大牙27日丢出震撼弹指控黑人陈建州在11年前对他侵犯未遂 陈建州先是在昨天前面否认后 今天又再度联合老婆范范一起发声明 表示已对大牙提出民事诉讼 不只向他求偿1000万 还要求他在脸书刊登道歉启示 最新声明一出舆论整个炸锅 原本不少人都很同情范范 心疼他连私密室都要被拿出来评论 结果现在风向大逆转 他被网友直轰配臭流氓刚好 这对夫妻就是堵大牙拿不出证据 看到有网友质疑两位大动作喊告 同时还开出千万求偿金 就是为了贺阻其他受害者时 东春陈医师也赞同网友说法 甚至表示不用搞到赢 光是让对方一直跑法院 一直回忆起被侵害的场景 逼得身心俱疲就够你受得了 李怡真律师则是出来打脸黑犯 说他们要求大牙公开道歉仪式 是违宪行为 还提醒他们先交十万元给法院 不然案子会被剥掉 之后更在留言区很酸 到底是他们把自己看太高 还是大牙演艺圈赚很多 而针对黑人的强硬喊告 大牙不畏惧表示 再次感受到当年窒息的压力 但是这次我会勇敢法院见 就会说一下 这次我帮你 很大力的